2012年 我相信是充满我们的挑战 这第三届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马来西亚也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解释 就是在建立联络 这第三届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来推动我们全世界华人在经济方面 所能够扮演的角色 这一次很多发达的国家 都面对一些债务的危机 所以很多人期望就是 中国那种庞大的人口 迅速的发展 能够卸助这些国家受影响 渡过这个难关 马来西亚能够卸助这些国家的国家 能够卸助这些国家的国家 然后他们会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这些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我们会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这个论坛当然是有来有去 主要的是要能够分享而尊敬不同的意见 这个才能够使到我们的社会 百家正名 百花极放 在这个会他可以找到最好的人才 就是双语的人才 既可以说中文 又可以说英文 而且他们的世界观都非常的好 那么变成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让这些世界的华人 对这个大中华经济线的着急 不但没有恐惧感 而且有这个参与感 明年这个特点就是 我们会在这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它其实代表着 东方还有西方交界的一个好的场所 我希望它也是带来一个新的意义 让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 明年度的经济峰会里面 达到更好的共识 更好的一个前景